这位同学问的是 请问法师弟子学佛十多年了 念佛号时有时感觉心里很烦恼 坐着近念佛时就会睡眠 有时候就像做梦似的 还有时候说不止后面像做殿里疗似的 不知弟子是业当重 那么这种这些境界 如果现前的时候 佛在《论言经》上教我们一个方法 不去理他 你慢慢就会正常 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纵然就是遇到了 或是昏沉或是吊局 都不要理他 如果是昏沉 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 可以绕腹 可以在佛堂绕腹 精心绕腹 或者是半腹 如果感觉到哪个地方不舒服 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 调整自己坐着或者站着的姿势 这样就好 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这个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